一般来说,我们购置汽车后使用的年限会比较长,音响效果也不好,但是也不会轻易去淘汰 然而,在信息时代的今天,很多没有蓝牙功能的老款汽车,总让人觉得有很多的不便 新疆归出台,明确规定驾驶人开车时,不能接打手指电话,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在车上配备一个蓝牙接收器,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接下来小编就你自己,如何手动安装新款接收器 蓝牙接收器配备的连接线,足足有1.22米长,但是在车体狭窄的空间里 这个长度感觉有点过长了,稍显累赘 连接线的末端部分一分为二,一个是USB2.0供电接口 另一个是3.5毫米立体声音频接口 对接上汽车里相应的接口,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蓝牙接收器的背部采用固定卡刻为设计,一取一装,使用更方便 安装时,我们可以根据个人使用习惯,选择三照固定胶底做安装 安装好之后,把音频接口和USB电源接口插到汽车对应的位置 蓝牙接收器就会自动开启 并会给出以开机的语音提示,然后我们通过手机搜索名称为的设备,选择配对 连接好后就可以使用了 在蓝牙接收器连接成功后,会有蓝色的工作指示灯亮起 听歌时我们还可以直接通过蓝牙接收器进行音量调节 长按前进按键三秒钟,就可以将音量调大 长按后退键三秒钟,就可以把音量调低 而关机只需长按接打电话的按键三秒即可 关机同样会有语音提示 这样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动听月耳的音乐 在沉闷的行驶过程中提神紧闷 也让我们驾驶时更安全